大家好,我是VVM,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钟讲新闻 看一下这条消息 日本一名男子因为找不到工作没钱吃饭 进入超市偷窃食物 为了不让警察将自己偷来的生牛肉没收 他一口气将300克的生牛肉全部塞进嘴里吃下 警方透露,这名男子从一家超市偷窃了重约300克的生牛肉 价值约598日元 男子将牛肉悄悄放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没有付款就走出了超市 超市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报案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拦住这名男子 但没想到男子竟在20分钟内将偷来的生牛肉塞进嘴里全部吃掉 据该名男子供述 他上个月从关西来到工程求职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当时肚子饿又没有钱 目前警方以盗窃的罪名将其逮捕 再来看这条消息 据报道本周二上午10点58分 在冲浪海滩冲浪的一位男子打电话报警求救 求救的原因是他们的一位同伴在冲浪的时候遭到水底鲨鱼的袭击 打电话报警的男子与遭鲨鱼袭击的男子是朋友 同在海滩冲浪 圣巴巴拉县警局的警官说 冲浪海滩附近就是范登堡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最先反应迅速派出了救难人员赶到海滩 抢救被鲨鱼袭击的男子 但该男子在现场不幸死亡 恰好两年前2010年10月22日 同样是在圣巴巴拉的冲浪海滩 也发生过一起鲨鱼袭击人的事件 在那次鲨鱼袭击人事件中 19岁的蓝松遭到大白沙的袭击 而后身亡 范登堡空军基地的官员建议游客 注意自身安全 这几天不要冲浪 最好远离海滩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